寒冬将至 它们也开始转入更深层的地下 准备月冬 地拉姑 拉拉姑 天龙 土狗子 不同的名字 同一个小家伙 《诗经魏风硕鼠》里面 提到的硕鼠 其中一种解读 指的就是它 楼姑 这是一种直赤木的昆虫 和我们常见的蟋蟀 蝗虫的 是近青 虽然 它们外形和蟋蟀很相似 但是由于常年生活在地下 有别于蟋蟀两条发达的后族 楼姑的后族 并没有跳跃能力 取而代之的是它们特化的前族 楼姑的前族末端有四根具有一定弧度上翘的爪指 像钉耙一样 它们是由境界上的刺特化而来 用于挖掘 旁边还有两个肤爪 以及一排羽装刺 在挖洞的过程中 用来清理爪指上的土壤 所以我们把楼姑的这对特化前族 通常称之为开掘族 在这对带钉耙的前族帮助下 楼姑成为了昆虫中不折不扣的挖洞高手 它们在地下每分钟可以挖掘20厘米左右 相当于你和我每分钟可以开辟10米左右的隧道 通过透明的土壤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楼姑挖掘的整个过程 它们通过前族多次挖掘 并将身体前端的土壤推开 在身体两侧压实旋转身体 然后用前胸背板扩大洞口 用中族和后族将挖开的土壤 往身后推出洞外 在挖掘出合适的空间后 后族推动身体前进 但是还有个问题 楼姑在挖掘过程中 是怎么保证自己通行顺畅的呢 这个就不得不提到 它们体表的钢毛了 楼姑的身体表面覆盖着一层钢毛 而这层钢毛有着很强的输水性 能保证楼姑在挖掘过程中 体表不会沾到土壤 以及土壤中的水了 并且这层钢毛 会在它们身体和土壤之间 形成一个隔层 使得土壤和体表之间 有较大的间隙 减小前进的阻力 楼姑是一种学居昆虫 通常生活在地下 10到20厘米的洞穴中 它们挖掘的隧道 主要是用来躲避天敌 以及找寻食物 挖掘的隧道也分为两种 一种是平行于地面的地道 主要用来寻找食物 以及交配 另一种是向下的隧道 主要用来觅食植物的地下跟进 以及为过冬做准备 而楼姑挖洞的这一特性 会对农作物造成危害 楼姑对植物的啃食能力 会造成植株的死亡 同时 它们在土壤中打的洞 也会影响植株在土壤中 水分与养分的吸收 但是 楼姑的挖掘能力 也并非一无是处 楼姑的开掘足前端 四根爪指 具有一定的弧度向外翘起 而这个外翘的结构 能够很好地增大 挖掘时对土壤的切削能力 降低挖掘阻力 这一特性 被用在了农具的制作上 例如 模仿楼姑前竹 制作的悬根刀 可以有效地减少 挖掘时候的阻力 降低机器功耗 如果 你想和我们一起 探寻 城市的精灵 寻觅 丛林的故事 那就点赞 关注和收藏吧 这里是TIC 密件从林频道 进入 不知 空中 本 冲 冲 感谢观看